好接下来我们要画的是电脑辅助机械设计制图丙及检定 990305的这一个图所画的题目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我们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基本上是有一个底板 然后这边有一个直径26的圆柱 然后这边有两个垂直的半年的立柱 然后这边都有钻孔 好那接下来中间这边有一个半径15 就是直径30的一个上面是一个沿途 下面是一个柱子的东西 然后有钻孔 然后接下来后面这边有一个上面是直径24的一个 柱形 然后半年柱形 然后中间有钻螺纹 然后这边有切开 切开的距离是11米 然后切开的后面这边也有 倒一个R9的 切掉一个R9的圆弧 另外最后面这边有两个孔 然后孔的边边是离这边是8米 然后两个孔之间的距离是51 那右边这个孔这个边边是12米 不过这个题目 设计的是要考大家的那个应变的能力 那一看的话以为一开始以为它是左右对称 其实也没有 比如说我们要先来看这个底座的总宽度 那总宽度原先以为可以51加这个12然后再加左边这个 结果看一看 最后好像不行 所以我们后来从这边来看 这边有一个53 53是突出来这一块最右边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配合这一边 右边这个图是左边的图 旋转了180度之后可以让你看到从左边看过来的形状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是51所以总宽包括突出来这一块是53加51 所以得到104 得到104 但是右边突出来这一块的话是距离底板的垂直的最右边的平面是24mm 所以再把它剪掉的话 底座的这个左右宽度应该是80 自己底座底板的这个前后的深度是Y 好那我们假设我们今天的设计变更因为他有四个选项 那么假设我们现在是画S等于80 然后Y等于70 所以Y我们现在假设是70 好那因为看这边的这个圆柱 中间这边看起来有水有有平面有垂直的平面 但是最左边这边并没有 所以我们到底画的时候就是先抠掉 就是Y的部分如果把它看起来是前后对称 就是对称的话是35 因为Y是70一半是35 那我们要扣掉这个 我们先画到这个孔的中心就好 就是因为这个孔丝直径26 所以我们减掉这个半径 所以是画35 减掉13 所以是得到22 我们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画 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圆柱 这个直径26的这个圆柱 他跟底板也没有对称 也没有左右对称 你看他这边24-23 所以这个圆孔的最右边的垂直面 跟底板的最右边的垂直面 在水平方向左右差了一米 那我们刚刚知道底板的部分是80 那我们这又是88 所以 等于是圆柱突出来右边这个 底座最右边的垂直面 往右边突一米 那你总共差了8米 所以左边有突出去7米 那另外 这两个垂直的东西 半圆柱的东西 它的宽度是65 那我们这个总宽是88 所以减完的话你看是得到23 那23 那 这个左边这个圆的银心 离最左边 从那边可以看到是42 所以 剩下23 那这边是2 这边就变成11而已 所以他也没有对称 所以这边这个题目他故意设计成这样 来 考验大家的能力 好 那我们大概 题目解说部分解释完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画图 好所以我们 这个题目的话我们 由上级准备开始来画 有上级准备进那个隐身工具 好放置定义然后炒绘 好那我们用那个矩形工具哈在上面随便画一个矩形 好 那接下来就标尺寸哈 那刚才讲过我们这边是 歪的一半 三十五 好那三十五在减掉 那个 前面那个 远的直径的一半是三 所以是22 好那接下来另外那一边我们用自己标哈就是最上面这边 你我们这个中间线是二十三十五 七十五的一半 三十五 他们左右的宽度是 80 上面改下尺寸这边是一半是40 然后总宽是80 好 好倒是这样 好所以现在是22 我们是画到那个 银孔的中心 好那左右是80 一半是40 然后这边总 70的一半 三十五 好 确定 好 control 第一次 那么这个深度 就是上下的高度只有12mm 12mm 好确定 右上角的够够 好这是我们的底板 那接下来 我们来画那个 那个炎柱 那这边这个炎柱的话 我们可以 直接进回转工具 回转工具 那门 进去之后因为我们没有平面 说我们 做一个平面 或是刚才可以用这个垂直面 我们选这个垂直面 真的不用再做平面 选这个平面 好 那确定 炒会 好那因为我们是回转 所以进去要先画一条水平中心线 好那接下来画一个死心的研柱 大概是这样 随便画一下 这个季型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标尺寸 我们就是刚才讲过 这个研柱的最右边跟底座的最右边的边线 他的水平距离 这个跟这个的水平距离 是1米 1米 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个 研柱 的中心线 跟底座的中心线的距离 因为他直径是26 所以他一半是13 13 好 所以是比底座多了1米 然后那接下来 我们的研柱的直径 是26 26 好 大家好 所以我们就就 这三个尺寸 就是 这个1米 然后这边13 这边直接26 那他的总长 我们图上有个看过来是88 88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草图了哈 就是只有这四个尺寸 好 打工 好 Ctrl D 好 那这边一样 右上角直接打勾 所以这个就是 完成的那个底座跟我们那个 研柱哈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往 那个 画那个平面 那我们接下来往 好 我们可以用最下面的平面 我们把平面打开哈 我们可以用那个 上基准面哈 然后进隐身工具 好进隐身工具 好 换字定义 然后炒绘哈 好了 我们画在左边好了 那么稍微给他呼号 缩小一下 好 那再放大 好 我们 刚刚讲过 这边是一个圆 一个半圆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再画一个 矩形 就是从这个 圆心的位置 左边的圆心 然后过来 画一个 大概是一个 矩形的形状哈 好 那么把多余的 把它修剪掉哈 所以这个半年的上半部 还有这个矩形的 这两条线都把它修剪掉 大概是这样的形状 好 那接下来就开始来标尺寸哈 那我们 原来的这个 这个严心 这个严心 跟我们这个地方 是差 9min 是差9min 所以我们自己标一下 我们看一下 那因为我们这个 炎柱的严心 我们现在没有 没有中间线 好 那么直接标到 我们的底座这一边 的那个 前击准面 好 它的总深度哈 就上下深度就是 刚刚的22号加上9min 所以是3 22加9 31 31min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 炎柱的那个直径 它是谁R8 R8的话就是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标的半径 所以是8min 好8min 就是R8min 好那接下来 我们这个严心 这个这个严心到这个边线的距离 是那个大眼的 半径 说我们这个严心到这个条线的 高度 是 是 看一下是 9min 严心到严心 是9min 9min 好那另外我们的严心 另外一个严心 这个严心 这个严心离最左边的边线的距离 那我们刚才有看过在最右边的图的最右上角 是12min 12min 好大概是我们的 草图但是这样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好就是这个严心 是离左边 12min 好那这个严心 这个边线 离我们的严心 是9min 好那我们这个严心 离我们的前几准面 是 22加 加9 算是31min 好那另外这个半径是 8min 直径16 然后说这个宽度是16 好 大概是这样的形状好确定 好让你控制一下 那你这边总共是26 26的高度 26 好确定 但是这样的形状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 可以把这个刚刚做出来这个隐身的好把 诶正列 好 好让我们这边改下好这边是用 用方向好那么先最右边的这个最上面的这条边线好 好那么距离好从这边过来距离是65 6 6 15 好 Enter 那方向错误我们给他改个方向 朝右好确定 好将就我们就这个形状就出来了好就是这个两个好那接下来 我们 再画一个东西哈 我们接下来这一边 接下来这一边然后我们中间有一个 突出来的东西哈 那我们现在这边是没有平面说我们的没关系我们这一只用隐身工具哈 好 那我们放置 定义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做一个平面哈说我们平面是用这个 好 那么用前击准面 好 那这个距离打 35 啊 35 好确定 然后他这个平面就 到我们的这个草会的视窗来我们就直接点草会 好那接下来一样哈我们就开始用画影的工具哈 用画影的工具 随便画一个圆然后再画一个几行哈从这个圆的最左边 到最后边我们往下画画一个几行好 那我们一样哈把中间多余的 先把它修剪掉哈这是上半年的上半步 把它剪掉 那因为我们中间有个孔哈说我们孔也是没一起把画起来好了 好这边是有个孔好大概是这样的形状啊外形到也是这样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他的尺寸的他的尺寸就是 从左边算过来51哈说我们银心的位置哈这个银心 到最左边的边线啊这个水平的宽度是51 好是51好 那接下来他的总高度哈总高度我们看右边这个图的最右下角哈 有一个42好说我们一样 这个银心到我们的底座的最下面的高度是42 这42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他那个银的直径哈 银的半径最上面的半径是15 好那中间那个孔的直径也是15 好好一个是直径一个是半径好两个都15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边边哈这个边边离我们的底座哈 我们高度 长的高度大概是 就是差15啦 因为 差12 因为我们的底座是12米 所以我们就把它涨到12 好这样 好确定 然后Ctrl T 好我们反方向长 他们总共涨70 70 好确定 好 好并长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中间把它切掉哈 所以我们用 这个刚刚做底座的上表面哈 上表面当做我们的绘图平面哈 那我们一样用隐身工具 好放置 定义 好炒绘 好那么就要画一个极形 画一个极形 好 我们就标尺寸哈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左边的图的最左上角跟 你左边的最 靠近左边跟靠近右上角哈 所以有一个是15哈 我们自己标 因为他们尺寸没有标 就说这个极形的这一条边线跟我们物体的最上面的边线的距离哈 是15哈 好那另外这一边 好这条边线 跟这边的边缘哈 的距离哈 是27 27哈 好 那我们这极形就要超有超过中间这个 特征的话这样就可以哈 所以中间要是这个15跟这个27哈 15跟27好确定 好 那我们整个网上除料哈 我们整个网上除料所以是 总高度我们可以用完全贯穿 完全贯穿 然后又除料 好 然后我们就是打勾勾 这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要做的是这个有个孔这边有两个孔 啊所以好我们先做这边的孔啊那我们可以用钻孔工具哈 钻孔工具是这一个哈孔工具 好 他们到放置这边哈 我们点这个平面上的任意点哈中大接近中心的位置 等一下好 他就有那个孔了哈 我们现在孔的直径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哈是最右边这个图的最右边12 12米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可以改一下他们有几个 可以改了哈 那我们看一下他只有镜像直径 好那我们还是用那个线性就好 好那线性的话我们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两个绿色的哈两个绿色的你要把它 呃牵到 那个 要标的位置了好那我们在标位置的话就说 我们这个孔 你这个这个平面哈上下高度哈 是13哈这地方是13哈把打下13 好那另外我们另外的绿色的那个 的那个四方形我现在可以看一下那个钻石形状哈这个把牵到我们的那个什么 前击准面哈那么这个距离哈是22 那这样就是这个孔就可以定位完成了就刚好是高度是这个 26的一半嘛 那从这个前击准面过来是22嘛 所以就是13跟22好 那这个放置完成了 那这样孔 那接下来给他弄贯穿 完全贯穿 完全贯穿过去好那这样就可以打勾了 好所以你看这边就是一个孔 这个孔都转完了 好了同样道理的方式哈同样相同的作法 把平面 不用关好我们这做转孔的指令哈 好那我们下次点 我们下转位置是在这边 我们可以把放置打开哈 好那么一样好点这个 大A中心的位置 附近好就可以 那一样他也是有两个哈 他也是有两个那个 那个绿色的 那我们就把表第1个 我们把标了这个 好一样的标了我们前击准面来哈 好前击准面好 那这个是31哈 应该是22加上13 22 22加9了 22加9得到31 31 的整个距离 好那另外 我们 也可以把另外个绿色的哈 把它标到右边的平面来哈 那这个地方的距离是12 也不是是11哈 因为我们这边是11 好 那这样 就 就OK了哈 所以31是 从基准面过来 从前击准面过来 是22到N 那再加9min 所以是31 那另外这个 这个孔跟这个右边这个 远反的这个 表面的距离哈 这个距离 左边是12 那这边是11 好 确定 那我们这个一样可以给他贯穿 或是直接打 直径要稍微改一下 我们的直径没有那么大哈 直径只有8min 只有8min 输入8min 那我们这边可以直接用完全贯穿 好 那这样就可以哈 打勾勾 好他可能做出来了 他做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用正列的方式把正列到左边去 好 我们一样哈 这边改成那个方向哈 那我们选最左最右边的这条边线 好 那喜欢之后 打距离是65 等一下 好像就可以 方向正确了 所以这个黑色的表示 就是他是到左边的位置 好打勾勾 好所以这边 他是这个形状啊 那中间这部分 好我们有土来看的话 他不是 下半部不是 所以我们可以 再把它补起来哈 好说我们选这个平面 这个研究的 这个这个平面好那么进那个隐身工具 好放置定义哈 好炒汇 好让我们这边可以画一个极形 可以画个极形把它包起来就好了 就说我们从这一边 好大约是中心的位置 好到这边往上 拉上去哈 好画个极形 那我们这个底座的总 的高度哈 就说他的 一半是13 然后 说我们这个可以打13 因为那个指定是16 13 那这样大概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把中间这个下半部 量把它补起来 好确定 好 操作D 好让我们这方向相反 把它改向方向 他们长的方向大概不要长太多 涨到 涨到 涨到中心好了 其实因为 他要找到中心啊 所以这个地方是10 那指定是26 涨到13 好 好了 确定 好 所以你看这边就变成有一个平的哈 跟最左边不一样 最左边他只有个圆弧 最后边这边是个圆弧 中间我们把它补起来 补一个平面 这样 但是这样 但是你 现在展完之后你会发现说 我们刚刚的孔 上下这两个孔 还有这边的孔 有没有 中间被补起来了 没关系 我们上地转体可以来做一个顺序的变化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刚刚这个孔 好我们可以往下拉 拉到隐身5的后面 所以你再来看 这个孔他就没了 那另外我们刚刚的阵类 这个阵类其实里面就是孔嘛 我们可以把阵类拉到隐身5的下面来 就这样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孔 就已经正确了 所以这个只是改变 做图的顺序 改变做了顺序 就可以把刚刚的问题解决 好 那接下来 我们接下来看右边这个部分 那右边这个部分 我们用隐身工具 好 进隐身工具 好 放置 定义 那这时候因为我们的平面 他没有长出来 所以 我们 要做一个平面给他 我们这个平面是由这边平面 好 往右边做 然后 距离是24 24 Enter 确定 刚做平面就会 跑到草惠平面 草惠的这个视窗来 到这个平面来 草惠平面来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草惠 好 接下来这边的话就是直接画一个 草图 让我们看一下 最 左边那个图的最右边 最右下角 好 我们看一下大概画的方式跟刚刚很类似 画一个 半年形 然后之后再画一个矩形 是从 银心对过来的最左边 那这边到最右边往下拉 拉到下面的平面这样就可以 好 那一样做法 我们就是把中间的 不一样的部分先把它修紧掉 好 那最后面我们这边是要画一个圆 好 但是这样好的形状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距离 是从 因为我们的x 我们的x 我们的x 我们的x是 80 所以 意思就是他从这个孔中心 从这个孔中心 到这个距离是要 80 那我们刚刚孔中心离我们的这个平面 是 22 是22 所以我们剩下就是 58 因为80 减掉22 所以是得到58 所以我们自己标一下他的距离 所以我们这个孔的中 他已经有标 好 那么改一下 这个地方 好 这个 也不对 他是标到这边 那么自己标一下 标到 银芯 银芯到我们的 平面 前击准面的距离 这边是58 58加22就得到80 58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直径 他是 半径是12 半径是12 好 那接下来里面那个孔的直径 是m14 那m14的螺纹 m14的螺纹 我们是要 m14的螺纹 我们是要那个 先钻孔 那再用螺丝攻击攻 那我们m14的螺纹大概 亚距 大概是1.5 1.5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把14 减掉1.5 所以是12.5 好 205 好那另外我们他的高度 高度是15min 我们自己把它改一下 尺寸改下15min 15min 好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尺寸总共有 五个 四个到五个 我们这种宽度 从银心到 前击准备的距离是58 那么 最上面的 R是12的R 然后我们中间的是m14的螺纹 那么减掉他的 14减掉 牙距或螺距 12 1.5 所以是得到12.5 那他的银心的高度是15min 大概是这样 好确定 好那Ctrl D 好那么往左边长 那总的 长的距离 是 看我们左边那个图的最右上角有个53 所以总共长了53的长度 好确定 好那你看长完的话他是在外面 是在我们这个研究的外面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去把它补起来 去把它补起来 好 好所以我们现在 用上机准备 用上机准备 那进草图 然后用那个草 用那个隐身工具 他们定义 好 然后 草绘 好这时候我们可以把 一些边线 我们用草绘里面的参照 把参照出来 比如说这条水平线 跟这条锤子线 还有另外我们这个边边 把参照出来 好这样就可以 然后这我们画一个几行 从这个焦点 从这个焦点 往这边画 大概画到他这个孔的 到一半了 好这样就可以 好 那尺寸是不用标好 有可能就是这个尺寸的 这个尺寸 我们稍微标一下 我们先给他标18 那不能长到那个孔里面去 就是我们这边补料 就不能补到孔的里面去 那待会我们可以用这个地方来调整 好 Ctrl 确定 然后Ctrl D 好那我们长的高度 我们的长的高度是12mm 12mm 就是底板的高度 好确定 好那么来看一下他这个孔 有没有铺起来 有补了一点点 你看一下有补了一点点 凸出来一点点 所以表示说我们这边刚来的18太大 所以我们就把刚刚的这个特征里面的加号 左边的加号点开 点到这个 草图 那么点右键 那个编辑定义 我们修改一下这个刚刚这个尺寸 18 太大了一点点 那么就改成17.5 好了 17.5 好那这确定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 好这边就没有突出来了 好大概是这样就可以 那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有补起来没有间隙 看一下 好没有间隙好这样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那 我们看那个图的最左边这边有一个凸出来的平面 然后说我们这边 还要再给他补 补起来 那他补的 长度 9 9 迷你 不是我们先把它切掉好了 先切掉 好说我们看一下 先补那个好了 先补那个平面 那个平面是9 8迷你 我们看一下 这边 他这边有一个8迷你的宽度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块把它补起来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怎么补就是 好 我们可以转到这边来看 就是他们有长一个8迷你的料了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平面 我们可以用这个平面 好 然后进引申工具 然后一样放置 定义 好草惠 好 那我们这边最主要是要把那个 引用边线一下 我们这个边线 还有这个边线 还有 这个边线 还有岩虎的边线 都把它引用出来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画一条水平线 我们从这个岩的 最上面 这岩线的最 最上面 右边画水平线过来 你画超过没关系 我们再 把多余的再用修剪的工具 把它修剪掉 好 好 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一个 homeb的空间 就是我们要补的材料 好 像我们引用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我们先 再做修整 我们刚才左边没有剪到 所以我们再把修整一下 那修整完的话像这个我们先试看看可不可以 好可以了好 Ctrl T 那我们现在这个料好我们是要往右边掌 所以我们反方向 那我们距离是8mm 总共只有8mm 好 确定 好那这样这边就是补了 把那个补起来的 就把那个平面 把两个这个特征跟这个特征 连结起来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螺纹 我们这边有个螺纹 我们这边有个螺纹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 做那个螺纹的 特征 然后好说我们这边用插入 插入里面的 扫描 螺纹扫描 这边一个螺纹扫描 这边一个叫螺纹扫描 那螺纹扫描我们这边算要 切消 所以要切消 因为我们是有孔 我们这样就把切消掉 好那这边进来的话 它是有一大堆的那个 一大堆的那个参数 我们要去设定 大概有五个部分 那我们第一个部分 它是属性 好那他这边是 我们是螺纹是常数的 就是说我们的螺级是常数固定 然后 贯穿轴 就是我们要贯穿这个轴 然后接下来他是右手定者 好我们这些点完成 好 那接下来他就是要让我们选平面 选平面 我们现在要穿过这个地方 我们事实上是没有平面可以选 因为 我们平面在最下面 那么这边没有平面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平面给他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平面 我们看一下 好 那我们就产生 产生基准平面 我们没有平面产生基准 好 产生基准 我们用那个平行的方式 好我们用平行 好 好 那我们就选这个平面 然后平行 他这么平怎么没有了 好 我们完成 不对啊 他这样距离没有出来 好 所以这应该是不对 好 产生基准 好 贯 平行 然后我们选这个平面 但是理论上要给我们打距离啊 他怎么都没有出来那个 没有那个 好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 里面先 先取消掉好了 因为这样的话没办法做 我们 这边先取消 好 那我们重新自己先做 我们到外面自己先做个平面 好 那我们比如说 选上基准面 好那我们往上做 那个 因为他刚刚的高度是15 15min Enter 这样就可以 我们就有平面了 好那接下来 我们做一根轴好了 比较保险 待会进去要用的话 好我们选这个 圆斧 让他做一根轴出来 好 那么把轴打开 这样就一根轴 那这样待会 在做的时候可能比较方便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重来 插入螺旋 扫描 那我们是切消 好那么一样跟刚刚一样 我们进来的话 就是这边 第一个 确认他常数 贯参轴 右手定轴都没错 直接完成了 那接下来到第二步骤 他一样就是要选平面嘛 好那么就选 刚刚这个做了平面 好那我们直接确定 好那直接 议色 好那他就出来了 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 画草图 那我们首先要画一个中心线 所以我们这边画中心线是 第三个 那我们画在这个 这个上面 这个平面上面 或是这条中心线上面 好 所以我们就是 画一条中心线 好 确定 这条中心线 这样不对 除了中心线还要画一条实线 我们刚才落掉 然后画一条实线 那实线的话 他就是压底的 压底的 压底的地方的直径 好那么要标个尺寸 我们这个压底 他就要标 自己修改一下 这个尺寸 好我们这边是7mini 7mini 因为我们是直径是14嘛 所以这边是7mini 好 那就可以 好确定 然后逻据的话1.5 逻据是1.5 1.5mini 好 那接下来 他会转过来 然后叫我们去画那个 画一个那个什么 那方向有点怪怪的 我看一下 我在这边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在这边画一个 我们要车柔吻的断面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先画中心线 所以我们到这边 画一条中心线 水平中心线 好 画完之后 我们改成画 画直线 我们画 一个三角形 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把它标指寸 我们标指寸 最主要是先做对称 我们先做对称 好我们这个点 跟这个点要对称的中心线 那另外我们这个牙角 应该要标60度 所以这个边 跟这个边 的夹角是60度 好 大概是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那另外 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大概只要是 因为我们的牙伸 只有 一点 刚讲是14 减掉12.5吗 所以那牙伸只有 1.5的一半了 所以7.5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标一下 我们这个边边 比我们中心线 的那个距离 大概是只有 1.5 1.5的一半应该是只有 8 那我们说只要1mm就够了 理论上只要1mm就够 好确定 好那我们这边就这样就完成了 就是我们画了一个 水平中心线 那么最主要是要画这一个 这个三角形 那就是角度60度 好那我们这个距离是1mm 1mm是它牙伸的 牙伸1mm 那直径就变2了吗 因为一边1mm 另外那边1mm 所以这2mm 这样就够了 因为14 减掉 14 所以刚刚好 所以你可以标多一点也好了 标1.2 让它窗 那个切窗 1.2 那两个加起来2.4 2.4 那14减掉2.4 刚 刚好是11点多 大概11.6 好 确定 然后这个方向就是切削的方向没有错好这个 我们这边是有肉的这边三角形是要切掉的好这个方向是正确好确定 然后最后就是什么 确定 好 他会帮我们切削一个 切削罗纹出来好我们Ctrl 好所以你看这边就是有切削罗纹出来了 好 有切削罗纹出来了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罗纹 好所以我刚才是罗纹的过程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要把因为这边有切掉 他没有切掉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切削的动作好我们用 隐身工具好那么一样放置定义 然后这边直接炒绘那么没有显平面我们先这个物体的最上表面 物体的最上表面好确定 然后就炒绘 好那我们这边也是花一个极形就可以 只要有花超过 这个的外形 这个的研柱的外形 半颜显外形就可以 那么 最主要是要不要这个尺寸 我们看一下 他讲说这个平面 到我们最左边的这一个 这个距离 他有一个 1米你的 应该说有1米 因为我们刚刚那个是8米 这边是8米 他是标9米 好 不然我们也可以学 他的标法 就是说他是标 这个边边 到最左边的距离是9米 然后说我们现在就可以把 我看一下 是2.8 这先把它删除 然后这就是9米 你 你知道他讲义的标法好 那另外是 宽度 这个的宽度 是11米 这样就可以了 那剩下只是我们都不用在标 因为 已经这个举行已经超过这个 半领形 半领柱形的两边了 那所以只要是这个尺寸 这个是9米 还有这个是11米 这两个 尺寸如果正确的话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好 确定 Ctrl B一下 那我们是往上切 所以完全 完全可以用完全贯穿的方式来做 完全贯穿 好确定 好就这样 我们看一下 这边就是切掉 切掉一个螺纹 好 然后最后面我们还要再做一个东西 因为他 这一边 就这一边 这边有个R9 他就有个R9 那这R9 好 那R9比上面的R12来的小 好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 R9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平面可以选 有选这个平面 最旁边这个平面 这垂直面 那么用隐身工具 好 那么一样放置 定义 然后炒灰 然后炒灰 那他平面不够 那么我们就随便再做一个平面给他 这样好确定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用 怎么歪歪的呢 有点奇怪 好那可能是因为一开始切这边有切进去啊 好接下来我们是用隐身工具哈 用那个讲说用那个草莓里面的参照 我们把这银芯参照出来哈 好 你看这边就一个银芯哈 好那我们就是用画圆的指令 好 画一个圆 那我们标一下他的尺寸哈 他根本讲算是 R8 R9 所以是直径18 直径是18 2918号 2918号 18号 这样好确定 好了 他切的方向应该是从这边往这边切 切的距离也只有 切的距离也只有 11米 然后说我们现在打11 11 11 他们是 往右边没有错 除料 好要除料 好确定 好说我们除完再是这样子 就说他比原来的那个螺纹要深一点点 因为螺纹只有12点 12点多吗 12.5 钻孔就是12点 我们现在做的是18 好的纸巾 所以比较深一点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的话 那两个孔 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两个孔的距离 我们直接先用孔工具好了 好那我们直接大开 大开的位置 我们把放置这边打开 然后直接大开的位置 直接点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孔 他这两个绿色的我们可以把它拉一个拉到右边 好那我们看我们的讲义 这边是12min 12min 12min 那另外一个绿色的我们看一下 他是应该拉到最后面 拉到最后面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 放大一点好了 转个角度 拉到这个平面上去 好 那这个距离是 我们看一下讲义 我们的最后面那边有个8min 左上角 左边那个图的左上角一个8min 右上角 应该说左边的右上 左边的右 最右方那边有个8min 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尺寸 好所以我们这样就应该可以好那直径是8min 那么可以直接给他做贯穿就好 所以做贯穿 好但是这样好所以这边是12 跑掉了12 12min 然后那边是8min 就是走左右是12min 然后面都要前后是8min 好确定 好那我们可以再用把刚做出来这个孔 直接用正类的方式 好正类 一样 我们改成方向 那我们这边没有平面 有 其实用这个边边也可以 好 那我们是往左边 所以往 改一下 好我们的整个距离是51 51 51min 讲义的正中间 有一个51min 两个孔之间的距离 51 确定 好那这样这样的孔就转完了 好那最后我们就是要做倒角的部分 那倒角的部分 我们先来做这个比较大的 除了这个又这边有一个R12之外 其他的都是讲右下角的 R2 好我们先做这个大的 这个地方 直径是12 12 好确定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倒 剩下都是2min 好那我们就一个个来倒 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 好2min 我们改下好把尺寸改下2min 好那我们看一下好我们这边 比如这个地方 放大一点 这个地方 好他也是有需要倒角好这边2min 好那 感受压着 好那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2min 那同样道理我们刚刚的这个地方 跟那边一样 这个地方 这个是2min 那么转到屁股过去 稍微充满一幕一下 好这个地方 这一条 Ctrl压着 一样 把显起来 这是2min 好这几条先把显起来 好确定 好 有些做不出来 那可能我们最后一个没选到啦 我们重新做 这一个 2min 好那接下来再回到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部分 我们 还有蛮多要做的 好一个一个来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 一样好2min 是好选这个边边 好那左边有右边也有 再转个角度 再把它放大 好Ctrl压着 这个边边 然后另外再转回来右边 好这一种 Ctrl压着 把它选起来 那 这边有左边 当然要有 所以一样转到左边 这一条 那我们再稍微 是这个缩小 这个边 这边也要 我们再转个角度回来 这边 也要 好这几个我们先倒 好确定 好他都倒了出来 OK的 好 好我们再转过地下 我们再看一下 好那 这几个倒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倒其他的 我们接下来中间这边有一个要先倒 好 这一个 好 这个先倒R2 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地方也都要倒了好那一个一个慢慢来好好那我们 先来倒最前面这一个好这个好这个 好这个边线然后这要打R2 好我们就是不要一次倒太多比较不会造成困扰好那接下来 这一边应该是可以直接过去的好所以这一条也可以直接倒了好这个地方那只会过去 这个穿过去 好倒出来了好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倒法那接下来剩后面这边好那后面这边 倒法跟刚刚也差不了多少所以我们好先倒这一个 好这个先倒 哈 还有 这一条先倒 这一条 控制 好这条先倒 好 那接下来我们在 把它串起来 没弄错 不好意思 我应该是倒角这个好 我们倒这一条边边好他整个 串过去但是我们刚这边忘了倒所以他串不过去好我们那我们先倒这边 好确定 好确定 那接下来我们把底座先把它倒起来好这边的底座 好这个地方 他整个就串过去好确定 然后 然后 在倒上半部好这个地方好 他整个串下来好 好 然后接下来是这一个边边好 好这个边边他会串上去 好呢 转过来这一边的话 那这个也要倒好 好这个边边 好确定 那计算比较久 好 好那接下来应该算是最后面就是这一个地方了 好这个地方好 好这个是两迷你 好那最后这个角落好这个角落要倒好 好这条边边 好大概是这样就应该都倒完成了 因为其他的应该就不用倒了其他的就 好 好找找转转看 转转看 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倒到 好稍微 检查一下 好这样看起来应该都倒完了啦 好应该倒完就OK好 Ctrl D 好那么最后 把那个零件 那个浏览树里面的零件的名字把它点起来 我们改一下颜色 好比如说我们改这个颜色 好好那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题目 那请大家看完之后 自行练习